大家好 我是悠悠 晚上抓鸽子 先把灯关了 鸽色里太黑了 我们用手电筒来照一下 看有没有鸽子有毛的虫超标的 在这休息 到时候明天寻放鸽子 明天请一天假 带老婆出去玩 顺便把鸽子带着 有很多鸽友也是这样的 只要出去玩 跑远一点都会把鸽子带着 这一次跑扬州的花都会 离我这也有20多公里 鸽子检查完毕 没有毛的虫的症状 这是刚开家不久的瓦灰 等一下给它带着 这一只也给它带着 现在我们抓 好了 朋友们 抓好了 总共抓了几只我看一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总共是八只抓了八只 刚才朋友们也都看到了 然后我那个一个手拍视频一个手抓鸽子 再加上开这个楼门 是很难操作的 最后我就放漆 然后拍摄了 这个鸽子是最小的 花头白条的柚子 这次也给它带着 一个多月 两个月不到 也应该有两个月 具体日期我整不明白了 因为这一段时间出的小鸽子比较多 行 明天早晨我们给它放掉 出发放鸽子 已经到了花都会了 看到牌子没有 过了红绿灯就到了 我们训放的地方 这家里面差不多有 二十公里是有的 看到那个台阶没有 就在那个台阶上面放 平台 走开 扬州花都会的风景还是蛮漂亮的 对吧 哎呀 烈死了 下的方向就在那边 哎呦 在这里放还蛮不错的 平台够高啊 先吻龙 吻下龙就放 差不多有十分钟了 给它放掉 今天的天气是阴天 能见度还是有一点不好的 应该不耐试 给它放掉 这里面还有 小鸽子一次没飞过的 去年的鸽子一个都没带过来 全部是今年的小鸽子 给它放掉 回去吧 回去吧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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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会儿 别乱急了 有点霧拍的不是很清楚啊 还没回家 但它们是一块的 应该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看鸽子能不能回家 再见 来吧